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刻高呼要和平 肢体冲突越演越烈 一个重心不稳 许美凤跌坐在地连眼镜都飞了 最后被工作人员和绿营支持者合力连拖带拉驾往路旁 游行队伍才开始缓缓前进 台湾是一个多元民主的社会 我们都尊重多元不同的一个意见 我们也包容不同意见的一个表达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彼此尊重 陈其脉保持风度 尊重陈美凤举牌诉求 其实早在陈其脉上台演讲时 陈美凤就悄悄现身混入人群中 趁着游行队伍整队发动突袭 在场所有人都来不及反应 陈美凤党在游行队伍前 堪称和民进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陈其脉另类同框 陈美凤的朱伟达欧玉文SNG小组高雄报道